文昌港股經,主持文昌 文昌港股經,12月22日一年將盡 我和各位D100的自己友和聽眾說 現在港股的形勢當然是差 近幾個月,港股低於一浪 若過若煲 其他地方,譬如美股這樣 雖然有調整,但仍然呈強勢 港股創了一年半以來的低位 和其他市場相比,真的可說是挺恐怖的 港股這麼差 當然與恆子的指數有關 明報剛剛做了一個專題報道 提及恆子公司今年五月起改革之後 半年以來恆子加入了十隻新貴 他們被宣布染藍之前一年 平均升幅都接近一倍 不過,宣布染藍之後 截至到昨天為止 有八隻錄得跌幅 十隻平均跌7% 令恆子服務公司近日都在網誌上表示 原目標是在2022年中 將恆子成份股數目增加到80隻 不過,目前認為審慎選股比闖撤增加成份股的數目更加重要 如果大家以前對港股有些認識都知道 港股過去都是幾十隻,四五十隻 但今年開始恆子做了檢討 正式改革 改變納入恆子服務的準則 包括放寬上市歷史要求 以及按七個行業組別去挑選股份 納入更多不同行業的公司 當時的目標是將恆子成份股數目 由五月的五十五隻增加到明年中的八十隻 長遠會增加到一百隻 即是恆子一百指數 恆子歷史悠久 在1964年 當時恆生銀行的研究部負責人關事光 受恆生銀行董事長何善恆所托去搞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在1964年7月31日作為基數日 基點是一百 選了三十三間上市公司作為成份股 當時是內部參與的 六九年才正式發佈 開始的點數是一百五十點 而上市公司的數目當時只有六十多間 都是外資的大公司 什麼儀和那些 恆子服務公司當時就叫做 選股都叫做 立了一半 就做了這個 恆生指數的成份股 恆子歷史低位 就是1967年8月31日 因為六七暴動引發的股災 跌到五十八點六一點 之後恆子成份股 就開始改革了 也都將三十三隻成份股 分成四個分類 包括金融分類指數 公用分類指數 地產分類指數 以及工商業分類指數 之後呢 八七年 恆子呢 雖然面臨這個 黑色星期一的股災 跌了三分之一 但是當時恆子呢 都報到二千二百四十一點 之後呢 也都納入了一些紅醜公司 譬如九二年呢 就加入了中信太庫 現在呢 就叫做中信股份了 那麼恆子呢 就一直呢 都是 慢慢呢 擴大它那個 那個 立業的範圍 但是呢 就 今年呢 可以這樣說 就算是最激進的做法 那麼現在的問題呢 那麼激進的做法呢 就有首尾 哦 說 80隻的成份股 你說一定要呢 是 在明年中呢 即2022年中呢 就增加到80隻 現在呢 你數一數 先得的是 60隻左右 那麼你這樣呢 隨時呢 又要很激進地 加入多了20隻 那麼這一個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看下去 那麼現在呢 就縮沙了 現在恆子服務公司呢 就說 這個不是硬性的指標來的 我們呢 就都是 要看看 他說呢 自 五月 經過三次的指數檢討之後啊 正增加了九隻的成份股 新增了十隻 剔除了一隻 新增的成份股速度呢 未及預期 原因就是 在檢討過程裡面審慎選股 挑選優質股 更加重要的 新藍醜股的標準 不可以因為 單純為了八十隻目標而降低啊 那麼 明報問他 那就是現在 是不是不會去到八十隻呢 那麼他說呢 數字不是硬指標來的 而呢 市場也都一直以 藍醜的魔咒 染藍魔咒 來野餘恆子的新季表現 而明報也都統計啊 在上年八月開始 恒指加入W 即是同股不同權的股票之後呢 目前十九隻新季股份 染藍前平均股價升了八成半 染藍之後 到昨日為止 平均跌了12.5% 如果單計今年五月 在加入的新季 染藍之前平均升九成八 即是升了成倍 染藍之後 到昨日平均跌7% 即是這一堆 即是說這一堆 所謂的新季 還沒納入恒指之前 就是威是勢 誰知道全部都是高位 加進恒指服務公司的成份股那裡 結果全部都拖累了整個指數 因為這一堆 十幾隻 股價表現不行的話 你可以想像 現在整個恒指都會受累的 所以這個港股若果若煲的其中一個展現 就是這一類的股份 一路下跌 排除了一些舊的股份 新的股份 表現完全不行 結果就是搞到現在港股 根本就是被棄稱是一個沒有人會炒賣的市場 已經是被放棄了 現在全民都是街尾股 六十四隻裡面有三分之一 如果是這麼不行的話 你怎麼都很難 不會拖累指數 現在恒指服務公司都可以知道問題在哪 因為這些例子是漿漿明慎的 譬如美團3690 染藍前一年升了超過兩倍 染藍之後到今天跌了兩成半 海底撈662 染藍之前升了九成半 染藍之後跌了七成三 哇 另外就是新季阿里健康 241 也都成為了今年表現最差的藍籌股 至於是上個月 19日才宣布納入京東和網易 染藍之後短短一個月都分別跌了兩成二和19%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一類科幣股最近的股價很不成功 很差的理由都是因為 北京的監管的勢頭 似乎給不到外界的信心 加上和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在SEC方面也是就住中概股的上市問題 依然在那裡糾纏 未有清晰的藍圖 而且更加變本加厲的是 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行為作風令人質目 譬如滴滴上市半年 現在又看來不私有化 以介紹形式來香港上市 有些人想著有機會 可以私有化 要付錢給投資者 現在全部落空 你叫海外資金如何繼續投資 這些中資股 這也是變相踩多幾腳的理由 現在搞成這樣 有些市場人士都覺得很麻煩 光銀國際董事總經理 兼研究部主管林朝基 跟明報說 他說 這個行指服務公司 目標定得過分進取 現在才有66隻 2022年中是80隻 然後增加到100隻 行指100指數 目標的過分進取 林朝基說 可能當時市況未轉差 疫情好轉市場氣氛比較好 況且行指也不應該指納入科技股 因此行指服務公司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向 不過納入新股份的時候 要小心衡量一些上市歷史和盈利表現 如果盈利表現在染藍之後不會配合 股價就會變得很波動 譬如2月初納入的海底Low 林朝基說662是錯誤 因為這隻股的盈利基礎其實都不穩固 現在更加不用說了 疫情 2月初你還是這樣納入一隻 疫情都未消退之下的餐飲股 而且通過快速擴張那個 分店的數目去取得增長的股份 其實很多不少有些問題 大家都有光顧海底Low 都知道它主要標榜在內地 如果是香港都有的 不過香港沒有什麼人會特別有興趣去吃 但是內地方面是很多人的選擇 因為它對比其他的餐廳來講 服務是屬於S級 如果你說內地一般酒店服務 可以去到B級或者A級的話 這一個可以屬於S級的海底Low 原因是因為它用一個非常之 叫做中產 一個叫做可負擔的價格 不算便宜 但是在內地來說是屬於可負擔的價格 可以享受到很高端的服務 高端就是又可以美甲 又可以有公仔陪你吃飯 又可以送食物給你 即是海底Low的員工 又有表演看 例如做拉麵等等 所以海底Low是藉著人流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內地 是高速增長的分店 因為它每次存在的分店 都會有很多人流在商場 那些地方出現 排隊的時候可能會帶動其他消費 因此其實很多商場 或者很多業主都願意給一個優惠的價格 例如海底Low這些 吸粉的這些餐飲公司 但是你這樣擴張 終於會到頂 加起來如果每個地方都有 你想一下 香港的壽司廊 大家都覺得很珍貴 但是如果你可以想像 如果壽司廊開到好像茶餐廳 都有一間 那會不會每一間可以做到 好像以往一樣的生意 會不會那種珍貴排隊 都要迫入去的那種渴望 大家心知肚明了 所以海底Low最近也檢討了 覺得自己開得太多分店 搞到股價也是大插 林潮基都說 現在市況差 你才提出不硬性 在明年年中增加到80隻 反而就會削弱市場 對恆子公司的信心 現在轉軟 給市場感覺 你本來又信世淡那個 正是有目標 現在又説不是硬指標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佩峰 亦都說 如果你定下了改革盡理 目標 不要常常變動 因為市場变化目測 現在就好像紅市尾斷 如果你減慢新增藍籌股的速度 到上標 watched 回升舵的時候又又可能他們沒有 恒指改革後納入了不少增長型股份 例如消費、醫療、科網等等 指數變得波動不是令人意外 最重要的是守著準則 考慮業務和盈利是否穩固 快手1024一直都被人說是可以染藍 但也不認為值得 所以恒指服務公司一來恒指越來越差 二來也是很多染藍之後真的表現得很差 這個在過去其實不是沒有的 例如施節也在納入恒指之後 高峰之後大家都知道 永遠有這些股份 如果他挑選股份的時候也不能夠小心翼翼 或者甚至對公司做一個比較微觀一點的 深入一點的研究 或者聽取更加多的市場人士的 一些熟資公司、收封、了解公司 那個盈利是否不是為了做市值管理的 而是真的有一個長遠為股東帶來回報增長的一個業務基礎 那你納入當然沒問題 因為市場會起會跌 那你譬如亞馬遜這樣 你一樣的 在這個.com泡沫的時候一樣跌到九成幾之後 但是終於也會再度回來的 那這一堆科技公司有多少間會最後能夠保存 或者繼續對股東帶來回報呢 那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加上北京方面也都有嚴厲的監管 這些也是限制了影響了這些氣氛的 當然現在恆子服務公司轉軚 這一點就被人覺得有些輸打贏要 但是這樣是否救到港股呢 這樣是否救到這個恆子的表現呢 這些大家都會有疑問 因為整個的氣氛 整個港股的投資氣氛 特別是跟中國相關的 無論經濟啊 這個資本市場啊 銀金啊 等等的情況是不好的 那這個才是直接影響 在這個 中資佔有大多數的市場的信心 這個才是核心的問題 那你說是否計關 那這個呢 我相信就不會了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俗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CV